wehro Cheney, 作詞・編曲 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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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Phylogeny and the Tree of Life 在這裡上課的方式我們可能要做一些調整 上个学期焦老师告诉我说 同学们跟他谈话说 你教的我们在高中都学过了 最后我们也不是刻意给大家很难的题目 成绩中就并不理想 然后我跟焦老师正在编高中的教科书 然后昨天早上我们两位做了一些谈话 发觉在高一的时候 把Campbell的很多重要的内容 都已经放在教科书里头了 到了高三还放什么呢 可能把整本Campbell的三分之二都放进去了 那这一来以后的大学怎么去教普通生物学 我们想了想可能要重新思考经营期 假如未来的同学拥有很多的知识 进到校园进到课堂里头来 我们大概用导读的方式 而不是用这种一条一条知识的灌输 那这样子可能是将来教学比较好的方式 今天我们综合两者是不是 一开始我做一些前言介绍 然后鼓励你再去读几篇中文的短文 但是回头还是得认真地把这几个章节给学清楚它 来 我们用这个来做前言 是不是 这是你的地上可能找到的一种 你一眼看就会说这是一条蛇 是不是身上有鳞片然后长长的身体 但是你会注意到如果你认真观察的话 它有些特色是跟蛇不一样的 它的肛门的位置很前面 不像蛇放得那么厚头 然后你去看它的嘴 没有办法像蛇一样张那么大 把一颗鸡蛋给吞进去 它没有一个掉落的下巴 然后仔细再去看很多细节的话 你就会恍然大悟说 这个大概不是蛇 这是一只蜥蜴 但是为什么蜥蜴跟蛇一样都失去了四肢呢 那演化生物学员就告诉你 说这个叫做躯同演化 它们都住在土壤里头 或者是住在草地上头 滑行 爬行 在它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区别 四个脚没有帮助它们生活 所以就退化掉了 在整个蜥蜴的演化室里头 曾经多次的把腿给丢掉 就好像蛇演化出来 把腿跟丢掉一样 所以明白了说它不是蛇 它跟蜥蜴是归在同类 但是外观的相近 没有办法让它跟蛇给放在一起 但是这样子的改变 在整个蜥蜴的演化室里头出现过多次 也就是你不能看到 所有不会走路的蜥蜴都说 它是一脉相传 都有共同的祖先 其实不然的 它们是在很多次不同的时间独立把腿给丢掉的 所以我们知道的越多就越谦虚 很多事情不能光看表面就说它是什么 必须认真地去了解 这个从粗略的外观进到了细节的解剖结构 然后现在我们更清楚地认识 分子分析的重要性 所以这张从头到尾都贯穿的两个重要的依据 一个是形态上头的 一个是分子上头的 这两个不同的手段怎么帮助生命科学家了解生命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字 有这张的标题 Phylogeny这个字 这个字就清楚地讲 它就是要了解在演化史里头 总跟总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一个群落 一个类群跟另外一个类群的关系 什么叫做Systematics呢 那它是把生命之间的亲缘关系为主 所做的分类系统 那么这一群分类学家 是有清楚的亲缘关系概念的 它就要利用化石 利用分子 利用遗传的资讯 然后来建构一个演化的历程 分类 百货公司也在做分类 是不是 你买的东西有个条码 那就是他们的分类系统 然后他们的货品放在货架上头 那些管理员也都是分类学家 但是那些分类学里头 是没有放进亲缘关系的概念在里头的 它只要顺手 只要方便管理就可以了 但是生物学家追寻的是一个有亲缘关系 有演化概念的分类系统 所以有些事情 也只不过到十几年前 科学家才恍然大悟 你想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所有大学的植物系里头的教授 有哪些类群啊 有植物学家 有藻类学家 有真俊学家 这些都在植物系里头 但是今天植物系纷纷测掉了 不再有这个名字了 这些生物学家跑到哪里去 到生命科学系去了 合到一起去了 那因为首先我们对植物的定义 跟那个时候就有了区别了 我们知道真俊不是植物 我们知道藻类不是植物 虽然它们都行光合作用 但是藻类绝对不是植物的一群 真俊趴着不动 跟植物一样 但是它不是植物 它更像动物 所以你看看这个分支表 是十几年前的新认识 我们跟谁比较接近啊 我们跟那些花花草草离得很远 我们反而是跟这些腐败世界的真俊呢 是有比较相近的亲人关系 所以动物跟真俊的分家的时间 比他们的祖先跟植物分家的时间 要晚近了许多 分类学有另外一个名字 Technomy is the order division and naming of organisms 然后从林奈开始谈起 是不是 从十八世纪的林奈 林奈在三年前四年前左右 庆祝他三百岁的生日 所以从林奈的那个时期才开始辨立分类学的基础 你看看我们在中文的世界里头 是尔雅吗 诗经吗 里头就有一堆植物的名字 是不是 其实你回到青铜气象图的名文 已经对于我们周边的植物的类型 都给了它不同类型的名字 那是两千多年 三千年前的事情 那么人类一直到了两百多年前 才开始由一个比较合理的系统来为生物命名 那这是由林奈所创立的二名法 是不是 今天大家还是持续地在用着它 二名法的字呢 binomial是这个字 然后首先第一个字是它的署名 genus genus是一个单数 如果是负数的话叫genera 它的第一个字母是大写 你知道它是一个名词 这些是拉丁字 然后接着的是一个种小名 种小名是一个形容词 然后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物种的种名 那么以前的生物学家都还要学什么呢 学拉丁文 因为他描述一个新的物种的时候 国际规范就是你要用一段拉丁文字来描述这个物种的形态特性 但今天呢 我觉得很少人在这样子做了 我描述过几个新种 在我念硕士班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学过拉丁文 找了几本字典 找了几本文法书 自己就拼凑出一段出来 糊里糊涂写了 送到一个国际期刊里头去发表 人家也没改正我的文法就接受了 到今天我还是不认得我写的是什么东西 规范会太复杂的就丢掉了 我相信今天大多数的生物学家描述新种的时候 就不再用拉丁文来描述它了 而是就用英文就解决了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种名的写法还是该讲究的 第一个字该打写吧 那是署名 然后种名是一个形容词 你终究要学会从拉丁字根里头 因为拉丁字根是有性别的 如何把台湾转变成为一个种名的话 你就可以听到过叫做Taiwanensis 那这就是拉丁化的台湾的这家形容词 然后用在不同的署名后头的台湾 台湾这个字还要经过变形 变成为一个雄性的变成一个雌性的 类似于这样的变化 那么终究还是得学会一些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在写一个种名的时候 该用写体字来表达它 因为那是一个拉丁字 它是写体字 所以以后大家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一个生命科学系的同学 在描述一个生命的时候 你还是打正体字 那就不对了 你务必用写体字 那么以前在打字机里头 打不出写体字出来 大家就在那个正体字架头画一条线 就代表它是写体字 今天你们的电脑很容易就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没有这个困扰了 不过务必记住这些规范是什么 是不是 然后分类学家怎么样子的来给这些不同的物种给放到这棵树的不同的枝条里头去呢 我们就说有Kingdom Phylum是门 它的复数就叫做Phyta P-H-Y-T-A Class是钢 Older是木 Family是科 然后鼠种 所以你们都朗朗上口 这个戒 啊不 戒门 钢 木 科 鼠 种 是吧 这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部分 然后呢 有一个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怎么用的 这个字Taxon 也就是一个分类单位就叫做Taxon 例如我在南部的高速有个热带植物保种中心 我们要跟别人介绍我有多少物种的时候呢 其实不太好讲 通俗的讲 我就说我们有一万两千种 但是这个种说得很没有把握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万两千是代表有一万两千种变化 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有一万两千种 因为一个种可能有三五个变种 我们都收集下来了 这每一个变种都算到这一万两千里头的一个数字上头去 然后呢还有交配种 A跟B交配的 这个C我们留下来了 但是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种 它是一个原意的交配种 所以说不清楚的情况底下 最好的字眼 最有学问的字眼 就是说我们有一万两千个Taxon 这样说了解吧 我有一万两千种这种变化 我有一万两千种分类学的单位 这里头可能包括九千五百种真正的种 包括两千种变种 包括五百种交配种 交配种指的是人为交配出来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Taxon这个字呢 对有心继续学生命科学的人 它的定义你该有一些认识 课本里头有这个图 我就不细说了 告诉我们说一个豹子 那么在分类学家的描述里头 它是怎么一个分法的 这些字呢 其实不太好背下来的 Carnivora 你还是可以认识 Carnivore是什么 是一个掠食者 是不是 它是一个食肉性的一个生物 Memos Memos就是哺乳动物 Mammalia 就是这个钢的名字 就是哺乳钢 哺乳动物是属于一个哺乳钢 那它在什么门里头呢 它在Codata 它是在脊椎动物们里头 或脊锁动物们里头 所以这个是在这些名称上头 大家还是记住一些 有点好处 但是考试跟这个不相关 所以大家把这几个关键的字呢 做一些认识 对于人家在描述什么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感觉吧 然后Systematic stick pick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in branching phylogenetic trees 一个清源关系树 就试图这样子建立起来 那在这里就把各种不同的动物 彼此之间的可能关系呢 在这里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描述 大家看一看就好了 你也不必要记住这些名称是什么 因为大多数的人 没有用到这些拉丁字的机会 除非你学分类学 或者你是一个生物学家 你该把果蝇的署名记住吧 叫Joseph 然后我们说献虫大家就简化说 C elegance C elegance是什么 C是它的鼠的简称 是C开头的 Elegance是天底下大家研究献虫 几乎都用同一个种 这个种叫做Elegance 那Josephala Josephala是一个鼠名 它是果蝇这一鼠 但是大家会用不同种的果蝇做研究 那就通称叫Josephala 这样说了解吧 现在还流行用阿拉伯界做研究材料 Arabididiopsis 那个阿拉伯界 讲的也是它的鼠名 所以在上学期的时候 同学们已经大致地看过了这些 我就希望大家能够还重新回忆了解一下子 Brenching Point 就是指了这一颗演化亲缘关系书上的分支的部分 Sister Texa Texa是什么 是Texon的复数 也就是两个亲缘关系很近的姐妹的分类单位 叫做Texa 叫Sister Texa A rooted tree include a branch to represent Last common ancestors 你终于希望知道它的祖先是谁吗 但是我一开始就说过了 我们根本找不到那个根了 这个根指的是在这个枝条里头的共同的分叉点 叫做它的root 而不是指这棵树真正的根 这个根是什么今天谁都说不清楚 我们到底是在原始海洋里头的哪几个类群的生命演化出来的 到底我们是从来自于单一的祖先 还是我们是很多不同的祖先杂交出来的后果 等这一张最后头你就可以看到 有那么一个图他做了一个清楚的建议 我们的祖先是海洋里头的一群原始的细胞 他们频繁地进行大规模的杂交 然后最后配出了我们的真正的祖先类型 然后从那里开始发展 所以这个是不可考的部分 只能猜测 在这里就刚才我说过 在同一个分支点分岔出来的两个物种 我们叫做两个texon 那这两个物种叫做sister texa 这是它的一个结 一个node 也就是一个branching point 这个ancestral lineage 就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祖先的开端 所以大概都是这么一个描述的 那这里就是一个混杂的事情 天底下一个分支就是分出两根出来 那如果分出三根出来的话 科学家是不接受的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对它认识还不够周全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发觉这三个有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时候 大家给它一个名称叫polytomy 那就代表还有更多的知识在这里头 需要了解终究可能是它跟它来自于一个分支 它跟另外一个生物来自于一个另外一个分支 但是今天我们还没找到那个生物 所以就画不出那么一个图出来 我就不细念这一字了 这里终究是列出了 你会问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事情 有什么任何应用价值 难道这只是满足少数一群人的追根溯源的那种孤独的兴趣吗 对于大多数人知道你的祖先 你的亲戚在过去几万年几亿年里头的变化情况 关你的生活什么事情 在这里科学家终究要为自己很古怪的行为 找出一些正当的道理出来 所以这里叫做applying phylogenetics 它就说它会提供你一个很重要的资讯等等之类的 那会举什么例子呢 我们就说例如我们想了解 在日本市场里头买到的鲸鱼的肉 到底是来自于合法捕到的鲸鱼 还是非法捕到的鲸鱼 你知道很多鲸鱼是进步的 日本人夹着研究的名义去取得了一些许可 在海洋里头去捕鲸鱼 然后他们说他们捕到的鲸鱼 都是允许被捕杀的鲸鱼 但是爱惊人士是不同意的 他们认为日本人烂捕鲸鱼 那怎么办 就到市场上去买已经切开的一块一块的鲸鱼肉 或做成了鲸鱼汉堡 绞肉然后把这里头的DNA的序列 拿出来做分析 然后按照这个亲缘关系图去找 你分析到DNA到底是哪一种鲸鱼 例如你找到了这块肉分离出 它的DNA序列显示出 它是跟它相近的话 那么你可以知道哪一些是允许被捕捉的 哪一些是不允许被捕捉的 那日本人常常被抓包 因为测它的鲸鱼的DNA 就知道他们确实捕了一些不该被抓的鲸鱼 那么做这种亲缘关系研究的人 就振振有词地说 你看我们的学问终于有了应用的机会了 所以这个社会国家没有白养我们 然后Phylogenetics of Anstrex bacteria Help researchers identify the source of a particular strain of Anstrex 这又是一个正门学问的人 要展示他的重要性的一个机会了 碳区病毒 碳区是一种戏剧 是不是 你还记得911之后 美国还没有从那个惊恐中回神过来 已经有很多人收到不明的信封 里头有白色的粉末 然后后来发觉这是碳区病 这是碳区病毒 病菌 那这是一个强烈的毒物 造成了很大的恐慌 幸亏那个恐慌终究克服过去了 原因是什么 找到了祸主是谁 也就是谁取得了这个病菌 从什么地方取得的 因为碳区是一种细菌 但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系 然后你去化验这些病菌的时候 你收到的信封里头的白色粉末的时候 从形态上你根本无以分辨 它的来源是谁 如果你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 也就是说你化验了它DNA的序列以后 你可以清楚地知道 它是属于哪一个品系 然后哪一些实验室里头 保存着这些品系 你就可以按这个线索追回去 那是电视台上演的找线索去找CSI 是不是 就是玩这种事情 是不是 所以碳区病也是这样子 被找到了当初恐怖的根源 然后消灭了以后 才把那个恐惧给跳过去的 我看这里要讲什么 先忘掉它 终究是讲四个物种 它们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排列 是可以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等我一下 在540页那里 那是一个concept check 很好 来 借着机会 同学们或许还记得上学期的考题 其实我蛮失望 首先我记得是在倒数的第二堂课里头 我清楚地指出有两个小节是期末考的考题 那么助教告诉我说 很多同学根本就不会答那两个题目 所以我明白讲的 一定要考的 结果你没有去准备它 然后再来一个是 这两题根本就是考古题 所以你们收集考古题的意愿 显然也很低落 蛮清高的 是不是 然后再来一个 我们出题还从一个来源 就是课本里头这种 每一个段落它有个concept check 然后在最后有一些考题 有一些概念式的问答题 这些题目其实在这本书里头都有清楚的答案 那我就先预告了 这学期要考试 我们还是用这样子的标准 是不是 首先我会在课堂里头告诉你哪一个东西是很重要 我一定要考它的 再来一个呢 就是从课本里头现有的习题里头来出 所以你除了读完这一章以外 我还记得跟大家说过 我没有读黑体字 然后你对于那些图的理解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那都是很具象化的概念的呈现方式 就是把图给读懂了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原有的考读 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图是来自你这个concept check 我就不说了 你们跳过去 在这里回到一开始我所说的 morphological and molecular homologies 这什么意思 homology这个字其实是中学的时候学过的 它是指的同源的意思 你还记得有另外一个字叫analogous 那个字是同工的意思 那就是像蝙蝠跟鸟的翅膀 那是同源的 所以那是homologous 那么进到水里头去生活 那是analogous 鱼在水里头生活 爬行类生物也到水里头生活 蝙蝠飞到天 但是鲸鱼到水里头生活 这都是不从类的生命进到水里头 为了执行同样的生活功能而演化出来的行为 或者是构造的话 我们叫analogous 所以这几个字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你要了解谁跟谁是同源的话 那么招数有两个 一个是从形态上头来分析 一个是从DNA上头来分析 DNA指的就是重要序列的序列了解 叫做DNA的分析 怎么去分辨什么是homology 什么是analogy 其实不太容易 一定得多一些了解才可以 因为为了执行同样的功能 大家最后都消除视力 把自己改造成很好的适应的结构 那这一来的话 你从外观上头要来分辨它们的话 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用动物跟植物各举一个例子好了 这是一种菊科植物 在上学期的最后一章里头的一个案例 我印象很清楚 我到夏威夷的一个岛上叫Big Island 最大的岛上头 火山正在喷发 然后在那个岛上头 我们去特别看一种叫做Sea of Swords的植物 英文叫做 中文叫银剑 银色的剑 那指的就是这种植物它有一根根银色的叶片 末端是尖锐的 是硬挺的 这个植物可以长到两三公尺高 是一个很壮观的 长在那种干旱地点的物种 你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菊科植物 然后在这里头列出了在夏威夷不同岛上头的植物 但是植根塑地它们都是同一类型 也就是它们有一个不太久远的祖先 是在五百万年以前落脚在 可能在这个岛上头 因为夏威夷的热点在哪里 在Big Island上 岩浆从地底下从这里海底喷发出来 然后造就出最早的一个岛屿在这里 可能最早岛屿还在这边 只是推得很远了 那是好几千万年前的事情 三千五百万年前的事情 这个热点所做出来的岛屿 已经往西北的方向推到很远了 为什么会排成一条线的这样子走过去呢 因为板块是这样一个方向的扩充 是不是 那么底下有一段热闹的时间 冒出了岩浆 造出一个岛 但是时间久了 它被推到这里 再推到这里 就一路推过去了 所以以这几个岛来说 最老的在这里 最年轻的在这里 这个岛的形成 差不多就是五百万年前形成的 那么科学家分析了 在不同岛上的这一个类群 长相很不一样的植物 它为什么想把它归在一起呢 因为它们开花很像 它们的外貌 平常的叶子 枝条 高矮 差异太多了 但是它们几乎开出同样的花出来 所以植物是用花的结构来做它亲缘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那么把这一些植物的DNA序列做了清楚的比较以后 用外插法说它们什么时候开始分家 结果发觉是在五百万年前开始分家 这个数字跟这个岛形成的五百万年正好不磨合 那就指的是 那就指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在五百万年前 有那么一阵风或者哪一种动物带着这个类植物的祖先的种子 从美洲调到了这个火山岛上头 在这里萌芽成长 然后它们是一脉相传 然后演化出很多不一样子的特征出来 最后它们被深入研究以后 发觉这些植物其实是同源的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案例 另外一个动物的案例呢 是在这里 这两个燕鼠在地底下活动的打动的 它们的形貌太相近了 你看看它们为了在底下打动 它们都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壮的前爪 然后需要有一个厚厚的鼻子 然后因为在地底下活动 眼睛不是很重要 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变化以后 这个视觉退化了不是一个缺点 那很可能它们眼睛就越变越小 所以它们都有共同的小眼 所以身体长 有个坚强的爪子 然后又有一个厚厚的鼻子 这个清楚的让我们了解 这是analogy 原因是什么 它们的本质差太多了 一个是哺乳动物 一个是有代类动物 不对不对 它们都是哺乳动物 一个是有代类 一个是把孩子的子宫里头养大的 这是两群很不一样的生命 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 在澳洲 在人还没有到澳洲之前 在那个广大的土地上头 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 都是在袋子里头 把它的孩子养大 是人侵入了那里 才把狗啊兔子啊 这类生物带过去 然后在澳洲的原始的丛林里头 有跟在澳洲以外的丛林里头 有一样的飞鼠 但是那些飞鼠呢 生活形状方式几乎一个样子 结构都一个样子 但是生殖构造很不一样子 它是有代类 那么这是两个很不一样 类群的哺乳动物 只是为了适应同样的环境 它们变成了一样子的外观 跟身体结构 但是它的本质 还是清楚的可以被辨认出来的 所以为了适应同样的环境 演化出同样的构造的 叫做convergent evolution 这叫趋同演化 鸟跟蝙蝠的翅膀 这是同演的 都来自于四角兽的前肢 所以这个叫做homologus 来 我们来看这个 刚才是从形态上头来分辨它 你怎么从分子的层次 来了解亲缘关心呢 我们说过 人身上有两万多个基因 那么植物身上 可能有五六万个基因 甚至更多 然后大多数 比我们简单的生命 基因数倾向于比我们少一些 但是没有少很多 然后在维持生命的过程里头 有一些基因是扮演着 关键性的角色的基因 它们在演化的历程里 就几乎尽善尽美 不会有变化 原因就是它已经被挑选又挑选 它扮演重要的功能 它只要不是原来那样子的完美 就是就会被淘汰掉 因为它原来已经够好了 了解我意思吧 一个精雕细琢的艺术品 你要给它加一点减一点 就是化石添足 那就是不好 就会被移走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头 我们去挑选那些关键性的基因 它在演化历程里头 累积的不同 数量不会很多 然后去分析这些不同 你就可以清楚地了解 它们分开有多久了 如果不同越多 就代表它们分开的时间越长 如果很相近 那几个不同的地方 就代表它们是很晚近才分架的 所以这个是在分子上头的演练 所以例如DNA上头的序列 它们两个原来是这个样子 一跟二 祖先形是这个样子 但是后头的变化呢 它可能有deletion 就掉了一个 可能有insertion 是插进一个 那么造就出来的就会有很不一样 它变短了 它变长了 我们今天看的是什么 我们把一个动物的肉取下来 或者是拿它的指甲 拿它的毛发 我们把DNA萃取出来 把那个基因序列定出来以后 我们看到的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知道过去发生这种事情吗 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两个物种 今天有如此大的区别 它可能是原来一模一样 只不过经过了这么一次变化以后 就产生如此大的不一样 你从前头数过来 不止长度不同 连序列都不相同了 今天就是配合着分析DNA序列的技术 越来越好 快速便宜的可以为每一种生物 定出很长的DNA序列 再加上电脑很进步 它就会帮你解读 你稍微挪一挪 错开一下子 重新排 就出现这样的一个组合 那经过这么一个组合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那么彼此之间的关系 变化到底算大还是不大 很容易的就可以给了解了 所以这就是经过重新挪位子以后 出现的变化 那未来我们就可以清楚的说 它们彼此相近的程度有多高 是这个意思 那你怎么从分子的变化上头去分辨 到底是同源或者是趋同演化呢 这也是这些科学家办得到的一件事情 那他们就会建构出一个 molecular systematics 然后用DNA 用分子的证据来告诉我们说 演化的亲缘关系会是怎么样子 这个图是干什么的 这边都一样 接着再来谈这个字 Claidistics 这是一个资序学 资序学指的就是 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然后两个后代 然后我们一层层的把它拨进去 建立起一个演化术 这个叫做资序学 大家自己在读读它 不过我们会介绍几个类别 有几个重要的字 我相信在大一的层次 你听过这名词就好 你不必太深入了解它 但是等到你学演化生物学的时候 这几个名词会变得非常重要 在这个阶段先认识它就好 Monophyletic 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 Poliphiletic Polyphiletic group 我大致地说明一下 假如你对于ABC 这三个物种之间的关系 都很清楚了 那么它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像这样子的关系 了解到这个程度 我们说这三个物种 是一个Monophyletic的组合 它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但是如果你研究的对象 是这个样子的 D跟E很清楚的是来自同源 F是独立在外头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分支出来有三个对象 那这时候就代表 我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周全 像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叫做Poliphiletic 那另外一个 这个情况 就叫Polyphiletic group 我们把他们之间的关系 都弄清楚了 但是呢 还有几个类别在外头 我们不知道 他们跟它之间什么样关系 那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说 这是一个Polyphiletic 好 我大致做这样说明 但是在后头的应用 你在正学期里都碰不到 所以听过就好 接着还是有两个名词 叫Shield Ancestual 我们所有的脊植动物都有一个脊植 所以这个Backbone就是脊植动物的 Shield Ancestual Character 祖先的共同特征在所有的成员里头都出现 但是呢 我们跟猫跟狗一样都有毛法 但是其他的脊植动物没有毛法 鸟是有羽毛 爬虫类是有鳞片 跟毛法的结构跟分子是有区别的 那所有哺乳动物的毛法特征 就叫做Shield Derived Character 所以这名词是这样子定义的 所以大家了解了以后 你就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 所以在这里列出了这么一个有或没有的图 然后用它来建立起这么一个分支的演化关系图出来 那么大家认真的读是看得懂的 因为它考虑到有没有脊椎骨 有没有可以脏合的嘴 然后有没有四条腿 生了蛋是不是有一个蛋壳 有尿囊等等之类的结构 有没有毛法 然后拼凑出来以后 就可以改造成这么一个分支演化图出来 所以这个是这个图的来源 还有一个字叫Outgroup 还有一个叫Ingroup 今天大家也大概知道一下就好 也就是你在分析这些生物 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的时候 所有你被当成一群的生物 这个叫Ingroup 但是Ingroup需要有一个参考的物种 来一起做分析 那个物种叫Outgroup 所以假如我们要分析所有的鸡堆动物的话 那么这些所有的鸡堆动物叫做Ingroup 然后你要显示它之间的特色区别的时候 你会挑一个果蝇跟它一起比较 那个果蝇叫Outgroup 是这个意思 然后表现这种亲缘关系 有好几种不同的方式 在这里用长度来表示 它们从一开始到现在 变化的速率有多快 这是一个用这个线的长短 既表现出它们之间的关系之外 也表现出谁变得比较快 例如以Zebra fish 就是斑马鱼代表所有的鱼的类型的话 它这条线特别长 那就代表它演化的速度是比较快一些的 所以这个是这个图的道理 但是今天问题是所有活着的生物 都是在这个演化的终点线上头 是不是 或者同一条线上 我们在时间点上都在同一个点上头 所以今天明白说 我们应该并列在这个地方 如果并列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又要表现出它的亲缘关系 最好还加上一个时间概念 所以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演化亲缘关系图了 大家并列在一条线上 然后用线的长短分支的情况 再配上时间概念在里头 所以这是Perezoic古生代 然后这是中生代 这是新生代 然后按照化石的记录来说 这个分支点是在什么时候 那今天我们又可以用分子时钟的概念 配合化石的记录 来调整这个分支点的位置 所以这个是逐步的 可以让我们切进 这个亲缘关系发展的历程了 好像讲得很慢 离这堂课结束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我倾向于不必讲全部 好吗 同学们你可以自己读一些的 但是我现在要谈的事情是重要的 所以让我谈完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就下课休息一段时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是让你来决定 这个亲缘关系是如何的 大家翻开课本 第五百四十六页 那个蓝色字 那个图是不是 叫research method 然后 那个蓝色的号码 一的部分 它写说 如果你要 界定三个物种 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的话 你只有三种选择 来表示它 如果有四个物种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画出 十五种不同的 树状的关系出来 假如是有十个物种的话 你就可以画出三千四百四十五万九千四百二十五种 数字图出来 这样说理解吗 我不知道怎么算的 我们可以不列入考题 为什么 三个物种可以变成三个数字 四个物种就变成十五种不同的图 然后十个物种可以变化出三千四百多万 其实这就是一个数学嘛 一定有公式 大家回去算 然后我们希望到最后 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是不是 你看看 课本里头说 假如你有五十个物种 要排出它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图的话 你可以画出十的四十七次方 那样子的变化出来 所以呢 对于 研发生物学家 他要把这些物种给画出亲缘关系图来 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传统的分类学家怎么做呢 我刚才提过了 用花像不像来做主要的观点 至于叶子是互生对生 叶子上头有毛有没有鳞片等等之类 长不长刺 这些都是刺药的 它的关键在于用花这个特征 但是花为什么被选出来做重要的分类 讲亲缘依据呢 因为植物学家有一个清楚的理念是说 花在植物的一辈子里头 是只有比较短的时间出现的 所以呢 它比较不会因为外界环境而影响太大 花这个结构是传宗接代的结构 它是很关键的 有了突变 很容易就出错 就会被淘汰掉 所以呢 它应该是整个植物体构造里头 最保守的一个结构 那用它来做主要的依据的话 那就是最对的 所以这是传统的分类学家 所拥有的工具就是如此 那么现在分子生物学家 又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 你要去分析 它的DNA序列上头的差异 这时候你就没有什么 没有本钱了 没有依据了 你纯粹只有序列上头 差异的比较而已 在这个时候 50个物种就会给你10的47次方这种不同的组合 这个时候 你怎么去排出这50个物种之间的 10的47次方的可能变化呢 这简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演化生物学家采取了一个学界 科学界里头大家公认的中心中子 就叫做 Pasimony Pasimony Pasimony是一个14世纪的英国的哲学家 他有一个理念是说 世间的道理 如果它发展的背景是越单纯的话 它越可能是真实的 大概就这个意思 是不是我们这里有个数学系的同学 Pasimony就是这样一个原则 广被科学界肯定 我们今天就是说 你会面对无以计数的变化的可能性 那么你去分析 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最少的变化 那就是最可能的过程 那这时候你应用这个原则去剔除掉那些不可能的 或者是说那些比较不可能的之后 你得到的唯一答案 就是呈现在科学文献里头说的 过去的演化历程是这个样子 所以Pasimony是这个意思 那另外一个原则叫Maximal likelihood 也就是你排列出几个最可能的情况 你面对它的时候 你终究还需要有一个主观上的判断 谁才是最可能的 那这个叫Maximal likelihood 那我们来说明一下是怎么回事 好 这两段文字是对于这两个名词做一些介绍 大家自己看 我们来看实际演练 首先来看Maximal likelihood 怎么应用到 你解释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如何 在这里还是回到一开始的那个关系图上 讲人跟真菌跟植物 彼此之间的基因的序列上头的差异有多少 人跟Mushimal有30% 跟Tulip有40%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了解 然后你把这个了解 要转换成为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就很自然的出现这两个可能出来 这两个可能都是一样的可能 就是在数字分析上头 那是什么意思 你加加看 你要把人跟植物之间的区别 你就是15%加5%加20% 就是40% 你在这个地方一样的 25%加上15% 就是我们人跟植物之间的区别 也是40% 所以这两个图对于数字上头 都是一模一样的成立的 但是这个时候你终究要站边了 是那样子对还是这样子对 这时候你就注意到有一个区别 刚才我提过 这根的长短代表着 它们这些序列演化上头的速度 科学家倾向于说 在过去的历程里头 所有生命演化的速度大致一样 当然不一样 但是大致一样 假如这个道理是成立的话 这个图里头显示出来 这三条线长度差不多 但是在这里差很多 这里只有5%代表什么 假如这个图是对的话 就指出真据演化速度很慢很慢的 那么植物演化速度是很快的 有五倍之快有这么长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它的存在的可能性就低于它 那么学界就说它对的机会比较高 我们就要相信这个 所以这个叫做maximal likelihood 这样说了解吗 所以经过这么一个点判断以后 你去从几个可能的组合去 主观的认定一个 但这个主观是有前提的 也就是我们先假设这些生命的演化的速度都差不多 那你才会说这样子的选择是对的 那什么叫做maximal parsimony呢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是三种不同的鸟 然后三种就会只创造出三种可能的组合 那它有这三个可能 三种不同的鸟 这三个 你到底认定哪一个才是对的呢 那么他们就说你们来检验好了 来检验这三种不同的鸟 很短的一段序列 只有四个岩基 这四个岩基的组合呢 对于第一种鸟是CTAT 是不是 第二种鸟是这个样 第三种鸟是这个样子 那么先假设 由经验从其他的知识了解 他们的祖先形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我们先假设祖先形是这个样子 今天这三种鸟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如何 因为鸟跟蜥蜴是同源的 所以你就可以用它蜥蜴来做它的outgroup 那来检讨它这里头的变化 接着你来看看 从这里头的变化的分析 来看看它的可能性 你来看怎么做法 祖先形是A 那么它是A 这两个变掉了 所以这两个变掉的话 这是在第一 Site1 Site1变掉了以后呢 你要这个地方画一条线 所以对第一个来说 它在这里变掉了 就可以造就出这两个1跟2都是C 3还保持A 是不是 然后这样子的变化 可以出现有第二个情形 第三个情形 因为如果它的突变发生在这个位置上头 它没有变的话 3还是A 这两个都变成C 那你把Site1画出来 就在这里画出了曾经出现过变化的点 得到了这三个组合 然后你再把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都把它给放上去以后 每一次就画一条紫色的线 最后你来看看结果是如何 结果是要做出这样子一个树枝图的话 只要有经过六次改变就可以做出来 如果要做出这样子的话 要有经过七次改变才画得出来 所以对于演化生物学家就依循着Max 又依循着Parsimony的原则 Parsimony的原则就是经过的次数越少 机会越高 那么就会说 这三种鸟经过基因分析以后 它们彼此的亲缘关系是这样子排列的 这样说了解吗 那这是一个比较简化的案例 那显示出这个区别没有很大 六跟七嘛 你会说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你要晓得 它们分析的基因序列是要长很多 所以最后选出来的数字差异就会很大 那么清楚地显示出哪一条路子才是正图 这样说了解吗 你会批判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吗 是不是为什么天底下都要走捷径才走得到呢 但是你在面对没有其他的选择情况底下 你要需要找一个原则的时候 这群生物学家做了这么一个选择 所以我就大致做这样子的说明 那么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好吧 再讲的话就累死了 好 各位同学 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阶段 还是谈亲缘关系 现在我想调一个主题来说一下子 当我们了解了这些亲缘关系以后 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 有没有一点预测力 也就是了解了一点皮毛 你可不可以对于我们没有把握 还找不到证据的事情 做一些过去式的预测 我们来做一个说明 你看看在这里 按照亲缘关系图 鸟跟恐龙是很接近的 也就是鸟是从恐龙的一个分支里头演化出来的 应该这样说是更明确 然后在现身的生物世界里头 鸟跟谁最接近在这个图里头 因为恐龙都灭绝了 所以在这里能看到的是它跟鳄鱼最接近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 鸟有什么特性 鳄鱼有什么特性 鸟会竹巢来养它的孩子 然后如果用这个特性来看的话 那么恐龙是夹在中间 恐龙会不会竹巢养它的孩子呢 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两个之间 假如竹巢养孩子是遗传里头的一个行为 是一个同样的一群基因在控制的话 那么你就有合理的想象说恐龙也会御除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亲缘关系图上头 得到的一个可能的推论 接着我们来看看恐龙的化石 把这一窝恐龙蛋跟骨头复原了以后 你会说有这么一只恐龙坐在一窝蛋上头 在孵化 鳄鱼是会照顾它的蛋的 鸟是坐在蛋上头用体温来加热它 鳄鱼是把蛋用沙子掩盖起来 然后几乎不离左右 没有一直等到小鳄鱼孵化出来 然后还照顾它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是如此的话 我们在恐龙的例子上头 也清楚地看到了同样的行为 所以这里头就是从了解过去 然后有了一些预测的现象 那边两位同学 好 知道 我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案例谈 好 这里 刚才提到了一个生物的演化石 是在它的基因体里头被记录保存下来 那么多的基因你要分析什么呢 就看你想知道很长远的关系 还是很短暂的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想了解跨很多不同物种的 而且跨很长时间的演化关系的话 你就要去找那种非常保守的基因 大家的首选之一就是ribosome RNA ribosome是核糖体 核糖体一个颗粒 是好几十种不同的蛋白质所构成的 例如核糖体的一个large subunit 大的颗粒 核糖体一个大一个小 那个大颗粒里头一般是有三十四种蛋白质 个别有一个包在一起 然后中间放进了一小段RNA在里头 这一段RNA叫做ribosome RNA 它负责把这些蛋白质给卡在固定的位置 来硕那个形然后来发挥它的功能 所以这段RNA重要的不得了 如果它有一点损伤有点错误 这功能就不能发挥 所以在演化的历程里头 已经让它到了一个尽善尽美了 所以它跟不同物种之间的 这个ribosome RNA的区别一定少之又少 什么区别可以留下来 就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区别 那两位同学我可以请你们停止谈话吗 才两分钟你们叫我纠正两次 那位穿绿色衣服同学 我请你坐到第一排 所以你要做这种很大范围的比较 你就用ribosome RNA 因为它在很短的时间里头 累积不出什么变化 我们说过像这个房间 你掉了一块天花板 跟这个房间的功能没有多大影响 但是坏了一盏灯就按下来 功能就弱了 门坏了出不去 这功能全部取消 所以都有关键的位置 演化的部位 变异出现在简单 无关紧要的部分 这叫做中性演化 中性演化会被保存下来的 那么我们演化生物学家 就是去比较这些中性演化的区域的变异程度 来做时间长轴的比较 来说大范围之间的关系 所以ribosome RNA是这样的重点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短短 晚近的事情的话 那你就去分析 Mitochondrial DNA 所以栗腺体里头的DNA 里头的变化可以显示出 例如人类从2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 然后到世界各地迁徙的那个过程 演化成红 黄种人 白种人 黑种人 然后到澳洲 到阿拉斯加 这种迁徙过程的细微变化 其实都记录在栗腺体DNA里头 因为它改变速度比较快 所以在几百年 几千年里头 甚至几十年里头 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的变化出来 然后它就被记录在那里头 你把它解读了 你就知道人类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你选对哪一段基因 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所以这一段的故事是这样子 然后哪来那么多基因 让我们来选择它们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是一个祖先型的基因 然后它产生了突变 这两个是它产生的两个物种 所以它源自于它 它源自于它 它的区别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方 也许是一丁点的区别 就造就了它们两个彼此之间不能交配 不能繁殖 变成独立的物种 那么这样子 直线下来的演化呢 叫做Orson Logos Genes 我觉得这名字也不必记下来 知道就好 好不好 我不要出这么琐碎的考题来考大家 但是你知道总的创造 这是一个根源 另外一个 我们说过像哺乳动物的鼻子 我们可以闻多少种不同的气味 哺乳动物至少有一千个基因 是来管气味的分辨的 我们人身上还有两万多个基因 但是跟气味相关的基因 竟然就长达一千个 多达一千个左右 所以你可以知道嗅觉对一个个体 对一个哺乳动物的重要性是多少 然后那嗅觉越灵敏的动物呢 它的嗅觉相关的基因的数目就越高 老鼠的 狗的 都比我们的嗅觉基因要多很多 那这么多跟嗅觉相关的基因怎么演化出来的 其实是来自一个来源 这个来源就是如此 这个叫做基因 duplication 原来只有一个基因 但是它复制了它自己变成两个 变成四个 变成更多个基因 在那个地方 在一个细胞里头 有多达上千种它的副本在里面 然后这样子跟嗅觉相关的基因 每一个可能做了一些小幅的改变 就去感受不同的气味去 所以这一来这个动物就可以闻到很多种不同的变化 这样说了解吧 所以突变 基因的复制 这些都是让生命界能够有这么多多样化的根源 那它的名称就叫做paralogus genes 名称还是一样不太重要 大家记住有这些事情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在上学期我曾经谈过的一个案例 在这里复习一下子 你怎么从清源的这些关系图分子的证据 去谈艾滋病的历程会是如何 今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艾滋病的病毒有好几个品系 然后它可能是在不同的时代 进入到人类的族群里头去 在我们身上开始传播开来 那其中有一个品系 它曾经出现的案例 把它标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那种基因序列的区别给排出来 然后这是它的时间轴 所以序列的差异再配上时间轴 我们就可以画出这么一条直线出来 所以这边有没有案例 这边没有案例 这是想象的假设的 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 我们看到序列的变化的程度清楚地扩充了 然后统计分析结果指出来 这是1930年代的时候 这一类病毒从野外透过其他的灵长动物 进到了人类的族群里头去 这个是用外查法可以做这样子的 后来在1959年很清楚地找到一个病例在这个地方 更支持了这条线的预测力可能是如何 所以用这种方式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在1930年代的时候 这种品系的艾滋病病毒已经进到人的族群里头去了 谈了这个案例以后 我们来看看这个 from two kingdoms to three domains 是不是 以前分类学家把所有的生物分成植物跟动物 这是最早先的案例了 然后在十年前 清华大学的同学们在读这本教科书的时候 是把所有的生物分成五个领域 就是人和生物 然后原生生物 真菌 植物 动物 五类 但今天我们教科书把它简化了 说是三类 所以就是two kingdoms to three domains 今天的three domains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个图 我们说地球上活着的生物 就在这三个分支点上头 这是真核生物 这是古生菌 这是细菌 我们所认识的动物在哪里 动物在这里 真菌在这里 植物在这里 剩下的 广泛的就是下个礼拜 我们要谈的原生生物 所以真核细胞界就是这么一个组合 过去我们以为世间的生命只有这条线跟这条线 后来把真菌给放进来了 真菌应该跟动物多间 那植物放进来了 我们把旁间的绿藻 红藻放在边上 然后还有更广泛的生物 是大家过去不那么熟悉的 这个是真核生命界 然后这个是过去大家还稍微知道的 就是细菌界 那把那些会形光合作用的细菌 然后蓝绿菌等等之类的 放在这个领域里头去 然后这边是过去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就是古生菌的部分 这是今天我们所了解的 三大类群的 三大类群的生物分类法 这是细节我们就不多看 A simple tree of all life 依照什么 Ribosome RMAGE 是不是你要做这么大广大领域的时候 你当然靠这个分子来告诉我们 最接近事实的分析资料来源是什么 那么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做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我记得上学期也跟大家讲过 在生命刚刚早期出现的时候 细胞跟细胞之间的界线 种跟种之间的界线 是不那么清楚的 所以我们的祖先细胞 是吞进了一个细菌 到它身体里头去 那个细菌是会消耗氧气的细菌 吞进来以后就变成我们的立腺体 还记得吗 然后那些形光合作用的植物 是吞进了它的祖先细胞 吞进了一个细菌 那个细菌是会行光合作用的 那吞进来以后 那个细胞就能够行光合作用 后来演变成为不同的藻类跟植物界 所以靠吞食可以把外头的大量的基因组合 另外一个生命体 转进自己的细胞里头来发挥工作 这是多大规模的基因的吞入 那是几千个基因进到自己的身体里头来 这个当然叫做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这是平行的基因的转移 这平行的基因转移有很多不同的规模 你也知道 很多水里头的细菌 随时都在张开它自己的口 去把别人的DNA吃进来 是不是 它会在细胞膜上制造出特别的通透的洞 然后让外头的DNA进来 然后变成自己的DNA 所以那是小片段的少数基因的转移 在自然界里头很平常 然后还有一些基因的转移是靠着病毒的感染 一个病毒去感染了基 然后它再来感染我 就把基的基因带到我身上来了 这个在现实世界都还在发生 那在更早远的早期的生命的时候 这种事情一定更普遍 因为那时候生命的界限不那么清楚 所以按照这个horizontal gene transfer这个概念 大家就构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图出来 这是地球四十多亿年的演化史 然后有两次很重要的基因transfer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在这个地方 一次是把绿线体带进增核细胞 另外一次是把叶铝体带进增核细胞 所以这个是这个案例演练 然后再来一个是这个概念 今天的增核生命在此 细菌在此 骨生菌在此 它们的根源是什么 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根 它们是一团混沌 早期海洋里头的生命就在这锅汤里头 彼此融合来融合去 然后造就出了这三个分支的演化 我们在这个分支里头 我们可能是怎么来的 我们是来自于细菌跟骨生菌的综合体 然后开始了增核细胞的演化 然后在追根究底 牵头是这样子的一个杂交的时代 所以这张重要的内容大致如此 好吗 然后我特别挑了这张图片来告诉大家 说You should now be able to 这里头列出了几个 你可以解释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可以分辨这些名词是如何 我们不会强求这么多 不过有一些事情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像Define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And explain how it complicates phylogenetic trees 是不是 这个是你该清楚的了解 我刚刚特别花了不少时间谈它 第五个 Explain molecular clocks and discuss the limitations molecular clocks是什么意思 就是指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先假设生命的演化 有一个图片有一个固定的步伐 也就是演化的过程里头 不好的就被淘汰掉 只有中性演化会被保存下来 所以它会随着时间的累积而积累 那么差异越多就代表是越早远的故事 差异越少就是越晚近的 那么时钟是什么意思 它一直不停地转 速度一致 那科学家先假设 基因的突变的累积速度 是一个稳定的步伐 但是现在现实世界里头是这样子吗 不尽然的 因为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每一种不同的基因 它突变的速度一定不一样 然后有些基因突变的速度 可能是别人的一百万倍之快 所以这个领域的科学家 就努力地去挑选什么 把那一些明知道会出错 不稳定的基因的突变步骤的那些基因 就把它剔除掉 你只分析那些重要的 有稳定脚步的基因 这样说了解吗 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 分析出来的结果 可能就越接近于过去发生过的事实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 molecular class有什么limitation 它只能知道现有的生命之间的关系 以及配上化石里头的证据 化石证据是这种生物 在过去什么时候出现过 最早什么时候出现过 那个当成它的参考点 所以我们要有知道 现实世界的变化程度 再配上最早出现的时间 那你才能够做出一个更大胆的推论 说它的祖先是在什么时候 如果最早出现的时间是不可靠的话 那么你就推不出一个逻辑性的起点 很多生命没有办法留下精准的化石 例如我可能跟同学谈过 这几年我努力的去找地球上头的第一只眼睛 那我很想知道眼睛什么时候出现在动物界的 但是这个工作我现在没有把握 可以很顺利的进行 原因就是早期的动物的眼睛 一定是出现在很简单的生命身上 它没有骨头 它就很难留下化石 我现在的野外发掘结果告诉我说 在五亿五千万年前 眼睛已经出现在蜗虫这种生物上头了 但是我要去跟别的古生物学家 去推销我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就会立刻碰到挫折 因为他们会说蜗虫 蜗虫怎么变成化石啊 因为在地质石里头蜗虫从来没有变成化石过 只有蜗虫的蛋有少数的 在那种变成木乃伊之类的生物身上 还可以找到蜗虫的生殖构造 但是你要看到蜗虫本身最早的一个记录 是两千万年前埋在一块琥珀里头的一只蜗虫 只有那么一个唯一的案例 那是两千万年前 那也就是蜗虫的演化石 用现代的生命科学家用化石记录 找不到它久远的过去 但是我们又知道蜗虫相对是一个原始的生命 然后用分子的证据可以把它推到 大概大约五亿两千万年前蜗虫就出现了 也许出现了 但今天在他们最早的推论之前 三万年的地层里头 我说这是蜗虫 这个要说服别人就不是那么容易 这样说了解吗 所以molecular clock就有一些理论上头的障碍要克服 有一些更多的化石需要被寻找 但是它终究它逐渐演变成了一门比较严谨的科学 大家累积的经验知道什么东西该剔除掉 什么东西该留住当作这个理论中心 谁是这个molecular evolution的主师爷 是这个行业里头公认的鼻祖呢 其实就在台湾 在中央研究院的生物多样性中心的主任 叫李文雄 李院士 他大学的时候 应该是中原大学土木系的学生 然后后来他觉得他喜欢数学 就去念数学去了 念了数学念得很好 他喜欢生物 就开始来研究生物 然后把数学跟生物结合在一起 很好发挥的地方 就是在molecular evolution上头 所以你去查那些molecular evolution 这门课所用的教科书 大家普遍地用的是李文雄的书 我们很庆幸 在台湾有这么一个大学问家在这个地方 他过去他的演讲都是这个行业里头很重要的 在几个月之前 大家或许在生科院的电梯上头 边上看到一张红纸 恭贺我们的和聘教授李文雄院士 得到梦德尔奖 也就是有那么一个组织呢 把这个行业里头最有贡献的人 给他这么一个年度大奖 叫梦德尔奖 他就取得了这个荣誉 所以我大概就把这一张里头 几个重要的概念里头 我特别挑出两个 我认为大家应该多做一些认识的 好 我说明到这里 这一张就到这里 然后还有半个多小时 我们谈下一张 好吗 来 祝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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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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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